6月份把脑梗消灭的好消息 查出脑梗呢再也不要担心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将脑梗连根拔起 不管你脑梗是多久了 都可以轻松的改善 现在呢你不用在东奔西跑的群医问药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帮助很多的脑梗患者恢复健康 重新找回生活的喜新 如果你也下定决心要摆脱脑梗的困扰 你可以关注我 把你的具体情况发给我 我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进行专业的指导 一道溶栓的明方 冲开血管的堵塞 好方子发给你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管的堵塞呀 就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从而使百病生 今天呢就教你一个方子 打通全身的血管堵塞 不管你是心血管的堵塞 还是脑血管的堵塞 如果已经出现了胸闷胸痛 头晕头痛这些症状 今天呢给屏幕前的朋友呢 分享一道溶栓的明方 在四个月以前呀 接诊了一位患者 他的心血管已经堵到70%了 爬楼上几个台阶就会出现胸闷气端 出汗 不敢有很大量的活动 通过辩证分析呢 给他开了 像单身啊 三七啊 天麻 刮楼 山楂 西洋参 核手污 这些活血化鱼的药材 调理了两个多月以后 患者的症状就明显的改善了 也没有觉得胸口不舒服的症状 作为一名医生呢 看到他的这些变化 大心眼里为他高兴 我希望呢 我的付出和努力 能让病人减轻一分痛苦 最后呢 想和大家说呀 这个方法虽然好 因为每个人体质是不一样的 它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 三七巧搭配 赶走脑血栓 省钱又好用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 有脑血栓问题的朋友呢 一定要认真的看 有这么一位患者 63岁 患脑血栓五年了 发展到呢 嘴角歪斜 走路画圈 这样的程度 吃了一些药呢 也没有什么效果 患者和家属呢 已经失去了信心 打算放弃治疗 不经意间呢 刷到我的视频 知道我在治疗脑梗方面呢 有着经验 于是呢 就留言给我 把他的情况告诉我 在了解他的基本情况以后啊 给他看舌胎 验证分析 这是一个典型的 气质血液导致的脑血栓的情况 简单来说 就他身体里的气血都不通胀了 造成了血液没有办法流动 从而导致了血液呢 就在头里边形成了血块 那怎么能给他治疗的更好呢 当时我给他用的就是 三七配 低龙 姜蚕 白纸 这里边还用了一个最重要的药 天麻 天麻的用法呢 为了更好的发挥药效 节省药量 我把这个天麻是给他单拿出来 第二天早晨的时候给他先蒸了 当早点一样的就给他吃掉 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我把秘密都告诉你了 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点赞收藏 记住了啊 经过这样的治疗以后呢 患者服药了一段时间 气血就得到了通畅 继续巩固一段时间脑血栓的各种病症呢 就基本上减轻或消失了 其实我想通过这个案例告诉大家 脑血栓呢 并不可怕 可怕的就是你失去了治疗的信心 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来帮助你 不做支架 一个方子打通血管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的人害怕去做手术 担心呢 手术之后又会复发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不去做支架能够帮你通血管的名方 这方呢 是在我临床上经常运用的一个方子 帮助了很多的人打通心血管 脑血管以及全身的血管 这个方呢 可以有益气化晕 活血通脉的作用 对治疗 关心病 心脚痛 心肌梗死这些问题 都有很好的效果 很多的疾病呢 随着血管的打通 自然就会消失了 这个方的组成就是 这几个药在一起搭配了以后啊 是起到一个益气活血通慢 并且化痰去瘀止痛的作用 这是一个经典的名方 称为下气汤 中医讲的是辩证失智 计量的因人而异 一人一番 对症用药 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单身搭配两颗草 打通全身血管堵塞 7月最新方法曝光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的粉丝朋友问我 血管堵塞了 狭窄 有很多年了 用过很多的药 钱也花了不少 但一点效果都没有 不知道该怎么办 视频前的你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 出现了肢体的麻木 胸闷 胸痛 心肌气短 这些症状 今天借助这条视频 我要送给血管堵塞的朋友们 这样几句话 首先 疏通血管 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难 如果你的血管也堵了60%以上 先不要慌 首先正确的中药治疗 不仅要活血化瘀 还要根据你的具体体质配五用药 才有效的改善血管堵塞 另外 在我这给你分享一个很有效的小方法 用单身穿胸葛根 就这三味药啊 单身具有着活血化瘀 清心安神的作用 穿胸呢 是血中气药 它可以有行气活血的作用 气形则血形 它帮助了单身活血通脉 葛根呢 主要就是松解肌肉 松解以后呢 不仅仅是缓解了你的颈椎病 气血也可以上通到脑落 下通到心脉 内脏也有肌肉啊 同样不再那么紧绷绷的了 弹性变好了 这样呢 也就让你的血脉更加畅通 所以在临床上呢 有一个成药叫预风凝芯片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葛根 当然了 生活中呢 我们还可以用葛粉 这个食疗的方法来代替 这三个药合用起来 共同起到一个活血通脉 疏通血管的作用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都可以发给我 不忙的时候呢 我会帮大家做解答 50岁以上有颈动脉斑块的人 一定认真看完 你终于刷到这个视频 不管你是颈动脉的斑块 血管的狭窄 还是低密度脂蛋白高 总胆固醇高 甘油三脂高 都不用在四处求医问药 为颈动脉斑块这个问题 再花冤枉钱 从今儿开始 多刷刷我的视频 让你更多的了解高血脂颈动脉斑块 这些知识 你了解了你长了知识了 我由衷的感到高兴 刷到这个视频的朋友呢 可以点上小红心 你多了一个家庭医生的朋友 如果你想告别胸闷气短头晕 以及心脚痛这些症状 可以点我的头像和我来说一说 我看到以后呢 会帮助大家解答 每天坚持在平台科普 就是希望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少走弯路 一个妙招 巧用老鼠屎 解决心脚痛 大家好 我是赵以昊教授 今天呢 教大家如何用一味药啊 老鼠屎 它可不是一般的老鼠屎啊 这个老鼠屎 它是解决我们身体堵塞疼痛的 最主要的一个关键药 希望屏幕前的朋友们 认真听完 看看到底是什么 学会了 对你的病情肯定有帮助 在这里说的老鼠屎 是指的 物屎的粪便 这个药叫五菱脂 是善于活血化瘀疏通筋脉 是一个很好的止疼药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患者啊 三个月前来找我 他就是心前驱疼痛的 特别厉害 已经发展到了 不管活动还是不活动 坐在那心前驱都疼 甚至呢 市面上的药呢 他几乎也都尝试过了 没有什么效果 我也仔细看了 他的舌胎脉相 分析辩证之后 判断它是一个典型的血脉 淤质而导致的这个心脚痛 但不是急性气啊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淤堵了 这个血脉呢 被堵住了以后 血不能供养心脏 该怎么办呢 止疼呢 我最爱用的 就是这个五菱脂 再配上生脯黄 化淤止疼的效果就特别的好 当然了 这个全方案里边 还应该像三七啊 单身的这些药材 患者调理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效果非常的明显 基本上缓解了心前驱疼痛的这些症状 记着啊 这是心脚痛的慢性发作期 一般来说呢 心脚痛出现的时候 心前驱的疼痛要及时的干预 起到很好的预防的作用 为什么别人得了心脚痛 说跟没事儿似的正常生活 那是因为人家调的效果好 而且一直没有放弃服药的治疗 所以希望屏幕前的朋友呢 千万不要放弃治疗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向我提问 有空的时候 我会帮大家解答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今天呢 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说一说心里话 就是在自媒体的平台上 不是网红 更不会唱歌 不会跳舞 但是这样的中医文化的宣传 是作为一个中医人的责任 我们用中医的方法 对治疗血管狭窄 动脉斑框 脏脖 防刹 心理不齐 关心病 心梗 脑梗 这些脑梗后遗症 甚至呢 有很多支架四个五个以后 还会有心前驱的不舒服 这些心脑血管的问题 用中医的方法如何解决 改善你的生活质量 这是我们作为中医人的己任 我入住平台啊 不是为了流量 也不是为了宣传自己 更多的是 享用这些中医文化的知识 讲解 为老百姓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让大家正确的认识 关心病 心脚痛 心梗 脑梗 这些疾病的问题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中医是真正可以让你的疾病改善的方法 就抱着这样一颗服务大众的心 帮助了不少的人摆脱了疾病的困扰 少走一些弯路 少受一些罪 如果你也支持我的话 可以给我点个小红心 如果你也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现在就可以把你的问题发给我 我会一一的回复大家 一个降压的名方 不要天天和怕你血压降的太快 适应不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高血压的朋友啊 把这个视频呢 点赞收藏好 防止滑走 找不到了 调理高血压 其实并不难 今天呢 我就把治疗高血压的经典名方 天麻沟疼灯也分享给大家 当然啦 天麻沟疼也适合的是干阳上抗的高血压类型 高血压也分多种类型 要辩证实质 那这类干阳上抗的患者会出现舌红 胎黄头晕头痛口干口苦 特别是情绪容易烦躁易怒 以及了面红目赤 这些的病因往往是因为烦恼抑郁 加重这些症状 这方面的组成有天麻沟疼 石绝鸣牛膝杜众丧继生 黄芪枝子菊花白草 这些药物组成 它具有的是贫肝浅阳 你肝阳已经上去了 那你拽下来 这叫浅阳 使你的血压明显的下降 就是这个意思 中医呢 要讲辩证失质 一人一方 不要盲目的就是 赵老师说了 用这个天麻沟疼眼 但你如果不适合的话 要辩证论质才可以 所以你可以给我留言 我们一起来解决你的问题 一味药按时吃 降血压防脑梗 中老年人很需要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你知道哪些药 可以平稳的降压 而不反弹吗 今天呢 我来告诉你一个这样的方法 如果你需要这味药 那这条视频 点赞收藏起来 防止呢 滑走就找不到了 这个药就是绝明子 绝明子味比较苦啊 性质是寒凉的 入肝肾大肠经 它可以有很好的润肠通便的作用 从而呢 有起到降脂 降压 而且还有明目 所以很多的血脂高的朋友说 我眼睛事物昏花 事物不清 大便干燥的朋友 这味药就很好的解决了你的问题 实际应用上呢 我们还可以配合 下壶草 莲子心 泡水 带茶饮 每天喝 可以平稳的降压 效果非常的好 这几个药物的配合呢 都是偏寒凉的 适合这种偏热体质的人 如果是剂量上 或者是正型上 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的话 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发给我 我来帮你辩证分析 脑梗复发三个原因 愿所有人永远不复发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当第一次出现脑梗之后啊 一年的时间 往往是最容易复发的 容易复发的原因是什么 我总结了这么三点 一定要记着 第一 有的患者啊 医从性不高 医生说要让你服药 你不坚持服药 这里边包括着软化血管的 抗肚脉硬化的这些药物 但是呢 他私自停药 或者是断断续续的吃 这样就非常容易中断药物 对血栓形成的抑制作用 所以一定要遵医主 不要私自停药 第二个原因 很可能是脑梗以后 仍旧存在着 不良的生活习惯 第一次脑梗不吸取教训 你的熬夜 吸烟 酗酒 吃肥肉 仍然不改 这些坏习惯 都会增加脑梗的复发几率 第三呢 第一次脑梗恢恢复了 有的人呢 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他以为就翻篇了 万事大吉了 那原来的一些基础病 比如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这些基础病症 他不管 不去关注 不去治疗 仍然存在着很重要的危险因素 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就会导致脑梗的复发 所以呢 在这里建议大家 即使恢复以后 也一定要继续调理好身体 中医中药 可以起到一个全面调整的作用 血管堵塞 一定要做支架吗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中老年朋友 有着血液粘稠 血管堵塞这些情况 自己不知道 当出现了头晕 胸痛 胸闷 乏力 恶心 心脚痛 这些症状的时候 才去检查 结果呢 发现血管已经堵了70% 甚至更高 血管堵塞之后 是不是一定要做支架 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做支架的标准 第一呢 就是冠状动脉 狭窄70%以上 而且 挺好了 有典型的心肌缺血的症状 比如说 反复的心脚痛 药物治疗以后 心肌缺血的症状 没有明显的缓解 第二 反复发作的不稳定型心脚痛 变异型的心脚痛 卧位型心脚痛 这几个心脚痛的症型 它反复发作有危险性 那一定要做支架 第三 有特殊部位的血管狭窄 急性的心肌梗死这些情况 以上这些情况呢 一定要记住支架是救命的 它不是治疗型的 救命呢 就一定要及时去救诊 命都没有了 还有什么治疗呢 但是 如果只是一定程度的血管堵塞的情况 还有机会用药物保守治疗的话 可以通过调整饮食 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 增加油氧运动 特别是可以用中医药来调整活血化瘀 去除斑块来调理身体的这个情况 血管堵塞很常见 堵在这三个位置上就危险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管的遍布我们全身 血液的流动呢 支持着我们的器官组织正常运转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血管的弹性会逐渐的下降 就增加了血管堵塞的风险 所以中老年朋友呢 会有血管堵塞的问题出现 其中三个位置堵塞以后 会格外危险 这哪三个位置呢 第一就是下肢的血管堵塞 下肢离心脏比较远 更容易出现气血流通不到那的情况 往往一出现下肢的无力啊 麻木啊 疼痛这些症状的时候 血管就已经开始出现堵塞了 第二呢 就是颈动脉处 由于颈动脉呢 连接着大脑 如果一旦堵塞了 就会导致严重的脑血管的疾病 多项临床研究证实 50%到75%的缺血性脑促中 都是因为颈动脉堵塞而造成的 第三就是冠状动脉的堵塞 因为冠状动脉的是为心脏供血的 如果它发生堵塞了 心脏供血就受到限制 很容易出现心肌缺血 冠心病 心梗 这些心血管的疾病 中医认为啊 这些血管堵塞都是血淤症 经过行气活血化淤通落的治疗 就能够帮助你缓解堵塞的症状 把这些淤堵给化开 血管堵没堵 腿脚早就告诉你了 当身体出现某些情况的时候 去医院查血管 可能已经晚了 那我们平时如何判断自己的血管 有没有堵塞 今天就教大家两个简单的办法 第一个办法呢 就是抬高腿 可以平躺着在床上 然后慢慢的抬腿 抬到极限的时候 双腿悬空 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 坚持两分钟 然后你再慢慢的放下来 观察这两条腿的状况 如果刚开始的时候 这两条腿都已经苍白了 慢慢慢慢的皮肤才变得红过来 说明你部分的血管 可能就有堵塞了 第二个办法呢 就是触摸一下你自己的脚背 脚背呢 是离我们心脏很远的地方 血管有没有堵 会直接反馈在脚背上 特别是脚背正中间最高处 突起的这个动脉 中医又称为浮阳脉 正常情况下 我们能摸到这个脉搏的搏动 这也是我们古人说 好脉要三步九后 其中一个部位 当血管堵的时候 这个动脉的搏动就会变弱 甚至就消失了 而且呀 这个部位甚至是整个脚底板 都是冰凉的 走路自然就不灵活 而且呢 有酸胀的感觉 疼痛的感觉 这个时候 你的下肢血脉 一定就没有畅通 这两个小妙招呢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赶紧自查一下 血管堵没堵 腿脚早就告诉你了 当身体出现某些情况的时候 去医院查血管 可能已经晚了 那我们平时如何判断自己的血管 有没有堵塞 今天就教大家两个简单的办法 第一个办法呢 就是抬高腿 可以平躺着在床上 然后慢慢的抬腿 抬到极限的时候 双腿悬空 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 坚持两分钟 然后你再慢慢的放下来 观察这两条腿的状况 如果刚开始的时候 这两条腿都已经苍白了 慢慢慢慢的皮肤 才变得红过来 说明你部分的血管 可能就有堵塞了 第二个办法呢 就是触摸一下 你自己的脚背 脚背呢 是离我们心脏很远的地方 血管有没有堵 会直接反馈在脚背上 特别是脚背正中间最高处 突起的这个动脉 中医又称为浮阳脉 正常情况下 我们能摸到这个脉搏的搏动 这也是我们古人说 好脉要三步九后 其中一个部位 当血管堵的时候 这个动脉的搏动就会变弱 甚至就消失了 而且呀 这个部位 甚至是整个脚底板 都是冰凉的 走路自然就不灵活 而且呢有酸胀的感觉 疼痛的感觉 这个时候 你的下肢血脉 一定就没有畅通 这两个小妙招呢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赶紧自查一下 脑梗都是拖出来的 五个前兆 说明脑梗离你不远了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脑梗是我国死亡人数 第一的疾病 也是导致残疾 第一位的疾病 如果大家能够认识脑梗 先兆的表现 及时的就诊就能大大的降低脑梗的发生风险 今天呢 来告诉大家脑梗发生前出现的这些前兆表现 高血压 疼尿病 高血脂 还有年龄如果大于五十的朋友 可是重点人群 大家认真听 第一呢 就是频繁的打他去 全身混乏无力 脑梗来临前啊 大脑的血流减慢 血管会越来越狭窄 大脑的血供持续的减少 脑组织缺血缺氧 就容易出现大哈欠 而且还伴随着全身的乏力啊 空顿 第二呢 不由自主的流口水 从嘴角流出来 或者是被口水呛到 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会有说话不太利索的情况 就需要注意了 第三呢 手脚麻木 脑梗的手脚麻木 一般会出现在身体的一侧发生 而且睡觉的时候还会加重 甚至还会出现面部的口唇的舌头的麻木表现 这个原因是大脑部分的血管堵塞了 血流不通畅的表现 第四是眼前发黑 有的时候呢 会出现突然的看不清楚 这是因为眼动脉或者是大脑肌底动脉供血不足 它的一种表现 这种症状是暂时的 会马上就恢复消失了 这也让很多人放松了警惕 耽误了治疗 而出现这一症状的时候啊 其实往往腔梗已经同时发生了 第五 头疼头晕 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还出现 那也说明脑血管发生了一定的堵塞 睡觉的时候因为血流的缓慢 大脑这时候缺氧就会引起头痛 头晕更加明显 如果出现了以上这几点 一定要提高警惕 立即就医 尽可能的减少脑梗后遗症的发生 血管堵没堵 看手掌的三个变化就能明白 血管发生堵塞的时候 身体会出现一些症状 很多人看不懂 当血管严重堵塞的时候 发生了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才发现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大的治疗 甚至动手术了 今天呢 就教大家在家里边 看看你的手的变化 来判断血管是不是堵塞 这第一啊 就是手指发麻 中老年朋友经常会出现手指发麻 甚至现在有些年轻人也会出现手指发麻 尤其是在早晨起来的时候更加明显 如果是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姿势 也会有经常性的手指发麻 那就要特别注意了 可能会是你身体的某个血管发生堵塞了 第二呢 就是手掌颜色的变化 正常健康的人手掌是偏红色的 有光泽的 但有些人手掌呢 是暗红色的 甚至还是淡紫色的 严重的还会出现手指尖 都是紫暗的 称为柱状指 这就说明呢 你的手掌上有了淤血 极有可能是血管发生了堵塞 第三呢 就是手的冰冷 当然了 手脚都会有冰冷的现象 血管发生堵塞的时候 四肢的血管都会供血不足 就会出现冰冷的情况 就是在炎热的夏天 手也会是冰凉的 这种情况呢 极可能就是血管堵塞了 当以上三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就要警惕 建议赶紧去医院进行检查 血脂膏降不下来 别再发愁 好消息来了 血脂总是降不下来 怎么办 现在呢 你别再担心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如果你查出来低密度脂蛋白膏 甘油三指膏 总胆固醇膏 都别着急 这个消息呢 你一定听一听 目前解决这个问题 有这样几种方法 如果你现在已经服用了西药 塔丁啊 阿斯匹林啊 来降血脂这些问题 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 怎么办 第二种情况就是 刚刚查出来这些指标高 还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 来干预这些指标 那我告诉你啊 这两种情况有着不同的治疗方案 我从事心脑血管疾病 中医治疗40多年 对临床上出现的三高血管斑块 血栓关心病 心理失常 心梗 脑梗 这些患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 你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 你的问题告诉我 我看到以后会给你出适合你的解决方案 长期的低压高于90 有两个办法帮你来降压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屏幕前的粉丝朋友 是不是因为高压不高 但是低压一直高于90 我想呢 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粉丝朋友里一定是有的 特别烦恼于低压高这件事情 那今天就告诉您有两个降压的好方法 第一个呢 就是老生常谈的 改善生活方式 管住嘴 卖开腿 饮食上呢要控制高油食物的摄入 比如说外卖来的食物里边的油比较大 油炸的食品了 都要尽量的避免吃 同时呢 要适当的做有氧运动 比如像慢跑 快走 游泳 更重要的是戒烟 现酒 不要熬夜 熬夜这件事啊 引起很多疾病的发生 你能做到吗 如果做好了这些 再去复查 低压还是高 那怎么办 我们用第二个方法 就是通过药物来控制低压膏这件事 往往呢 选择降压药的时候会同时降下来 那高压不高也被降下来 这时候也是很难受的 所以就发挥了我们中药的特色 中药是整体的给你调整 没有一个药说它是降压的 但是它调节了我们身体里边 血管的弹性啊 气血的流量啊 经络的畅通啊 这样使你的血压恢复正常 既治标又治本 你记住了吗